昨天山西平遥古城景区迎来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 达到11.93万人次 为减少游客购票排队时间 景区做足了准备 我们前一天下午人少的时候 我们就提前把那个张线盖好 把那个零钱都放下 第二天早上我们8点一开门的时候 就尽量减少游客的时间